1 2 3 1 2 3 4 5 6 7 6 5 4 3 2 1 同學來了 是周年 同學來了 欸 鳳田 哈哈哈哈 鳳田 不要再這樣 他會自責 誰會自責 喔 對不起 年後四年多 那主持費要漲價嗎 主持費有漲價嗎 呃 主持費可以漲價嗎 欸 製作人在笑 可以啊 可以嗎 沒有啦 我們當然希望這個 因為現在節目啊 能夠維持就相當不容易了 嗯 假如你還想要漲價的話 那這個 或者是我們可以少發一點人嘛 這樣就可以漲價 不行啦 節目要精采才行啊 喔 對對對 所以我們還是以節目這個 能夠維持為優先考量 嗯 長長久久 對 第四個主持人今天沒來 然後你那天跟他在金鐘獎上的互動 他是真的慢還是說 其實那是效果嗎 嗯 那個當然是效果啦 嗯 那個就是 因為大家都會 其實喜劇的最重要就是能夠 小自嘲 對對對 就是笑笑自己嘛 然後假如網路上大家要什麼評論發言 然後你也能夠正面去面對他的話 我覺得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他是百分之百正常還是說有稍微百分之九十稍微慢一點點 沒有我覺得他現在真的也算是百分之百了 因為他以前是百分之兩百 哈哈哈哈 意思就是說他現在恢復的蠻好的啦 那當然我們就是 有些時候因為他比較久沒有在螢光幕前面曝光嘛 那當然有時候說他是不是有什麼問題還是怎麼樣 其實現在納豆的狀況都穩定成長穩定發展 然後我覺得每次見到他也都越來越健康越來越好 因為其實以前他連走路 他連走路腳其實都有一點點不太 你會覺得說他腳是不是有點脫 可是你看那天那個我們在典禮上面看 其實你叫他跑也可以啊 所以我們下一次決定說我們要讓他參加 我們要辦一個運動會 田徑 田徑是不是 田徑啊 對啊然後叫他跳繩啊 然後叫他跨欄什麼的 但你們那天的那個喜劇拍節奏都很讚啊 哦哦哦 對啊都在拍子上 對對對 因為這個 因為對 因為要打人的話那都是絕對不會 不會慢一拍的 哈哈哈哈 絕對會快 但是還是比較沒有辦法常態來主持節目是不是 他現在還是沒有啊他有啊他固定都有來啊 而且他這個其他的節目有時候出外景 也都有在出啊 他也非國外啊 嗯然後 其實外景棚內什麼 他現在而且吃也都算蠻 他現在胃口也蠻好的 我們當然還是會叫他注意啊 就是說哎 你不要吃什麼 太營養的東西啊 或者是又喝酒啊還是怎麼樣啊 這個我們都有在幫他注意這樣 而且他現在維持也蠻好的 那好像有說他工作還是有減少蠻多的啊 更是錢幣 天哥自己有想說要怎麼幫他 或者是自己找的戲有可能找他來演嗎 戲喔 戲我是一直都有找他啦 只是說找他的時候他要嘛在忙 不然的話就是剛好 其實新雅啊 那都是你們在忙對吧 對啊 事實上就是這樣啊 就是在忙啊 假如有機會的話一定會想要合作啊 對啊 所以會啦 我都會一直都有在 假如後面有什麼新的東西的話 一定會想要找納豆一起來 還有我 還有你 還有力歐 還有我 都有都有都有 我也 新雅為什麼會突然想要找三師啊 就是這個想法是 找三師喔 對啊 為什麼欸 會計師律師 因為節目上吧 節目上因為有一次來了好像醫師嘛 喔醫師 喔對 然後我好像就說我喜歡醫師 後來他就在限動幫我PO了真醫師還什麼的 就有律師跟他說那律師錯了嗎 對 對 他說他難道選錯行業了嗎 對 這樣子欸跟我抱怨欸 我想欸哇這樣不行 然後我再趕快說那你趕快給私訊安心雅 對所以我後來就是公開就是說 欸什麼師都可以 就法師啊都可以 所以目前有跟任何師出去吃飯約會過 目前還沒有還沒有接受報名 你不是要說大家都可以報名嗎 對啊 就報名我還沒有開始看啊 現在很多師都已經 對啊 越越越浴室了 除了殭屍之外 應該都都來了 殭屍先不要 殭屍先不要 對對對 我們可能會在節目幫他辦海選啊 我覺得在節目辦海選 我覺得在節目辦海選比較安全啊 欸對耶 幫你一起過濾吧 那不太好吧 可以欸 我覺得是比如說那個未來少女這次也有得獎 我們可以來辦一個未來什麼的 未來老公 未來老公 未來三師啊 未來各種師 對啊 對 未來各種師 這是什麼樣的 就是他們帶來一個每個師帶來一個才藝啊 欸 對啊 組隊表 昨天那個周董的演唱會你有需要搶票嗎 搶票喔 那個我覺得我們就抱持著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這真的太沒有辦法 因為我看到那個好像八十幾萬人要搶十五萬的票嘛 那個真的太難了啦 我們怎麼 那我沒有什麼特權 哪有什麼特權 我跟你說 你去問他 他對 你們是群體要跟他要 等一下 你們是 他們是群體要跟你要 我們全部都 不是 我跟你講所有他身邊的朋友或者工作人員 都是被要了 就是這兩三個月都一直被要 但其實你都還是只能透過正常管道來買 那 如果有那個藝人朋友們 他可能會邀請 那我們在等他邀請 我們也只能等 那你說你真的要跟他要票 說有沒有票啊 可不可以買幾張啊 他說 公司有在賣啊 就可以跟公司講一下 然後他就去打網球了 基本上他都是一個非常熱愛運動的一個心態 所以 官方回應就對了 也不是官方回應 因為我覺得他們這一次就是 實在是太久沒辦 然後在台灣又在大巨蛋 所以我覺得他們都希望說盡量可以讓歌迷朋友們 對 就是能夠有機會買到這些票 雖然我知道很多人還是在講 講說 就是實在太多人搶了嘛 所以很多人還是沒搶到 希望他之後再多辦幾場 因為他這一次說四場 那接下來 因為我覺得應該是時間的關係 明年辦365場嘛 好不好 好啦 我在那邊呼籲他 哈哈 所以你在等他要親你就對了 沒有啦 你說藝人朋友的話 當然會這麼想 可是我們只是想而已 那要不要邀 那是他的決定吧 對對對 天哥會上去表演嗎 盡量不要 因為大家想要看的是周杰倫 對 想要看周杰倫的演唱會 拜周不要 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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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拜託他 不要叫我去 我沒有去搶票耶 因為 其實我身邊很會很會搶票的人 就是假如他們有多的話 我還想跟他們要 可是連他們很會搶的人 都沒搶到 太難了 對啊 所以我們 不然這樣啦 我們邀請 也邀請那個周董來上我們節目 好 直接在節目上面 然後多唱幾首歌 我覺得大家都是想要聽他唱歌 想要 那你要邀啊 對啊 對啊 你怎麼知道我們三個人 說不定是你邀他 他比較有可能會答應啊 最熟的就你了 不一定啊 我們這個說不定 靠你了啦 製作人 謝謝 謝謝Kent哥 謝謝 現場送票 耶 現場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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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先問一下坤嶺好不好 好 對 欸 變成 台北市超多忍者歸 對 搞成這樣 我變成要呼籲周杰倫 請你在下水道也擺放座位 不是 沒有啦 就是 還有很多人去應徵大巨蛋的警衛 警衛 對對對 工作人員等等 沒有啦 我蠻希望說他 我覺得他依這樣子的狀況來講 他明年可以再多開幾場 是 對 我強烈呼籲他 嗯 對 我相信他也會聽到的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